大家好,我是光海天涛,今天是8月4号 美国大使馆发了一个通告说要进行拍卖物品 美国大使馆说要在这个地方拍卖他们的所有的电脑 旧的、家具、办公用品、所有一切 然后网络有人指称说美国大使馆只是要撤 有一个短视频,这是在他那个外面排队准备拍卖的参与拍卖的那个人士 网络上说啊,说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物资拍卖 说家具、电器、电脑、无底价随拍随走 这完全是不准备长呆,要搬家的感觉 然后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说是断交的干交 说此处不宜久留嘛,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下一个评论,美领馆撤完了,下一步就是中领馆撤 然后是不是就要开战了 然后这个就说呢,香港那个01报道 相关新闻说啊,说这个美大使馆拍卖物资引发外界对中美断交可能性的揣测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起因嘛 起因说是美国政府在上个月7月21号要求中共在72小时以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并撤离所有人员 然后就说为什么呢 说那个因为美国那个美国政府啊 认为在休斯顿总领馆里边全是特工 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发推文说 中共驻休斯顿总领馆不是一个外交机构 它是共产党在美国布置的庞大间谍网和影响力行动的中心节点 领事馆必须关闭 说间谍们必须在72小时以内离开 否则面临被捕 这个是这个这个领馆的报道 然后咱们就说真的要撤了 那中共将来要抓美国的人质的时候就没得抓了 叫做什么 人质外交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只能去抓那些零散的美国人员了 没有说这一大批的哈 你把领馆拍控制住里边 好多美国人不用去找了 川普说了一个讲话 大家来看一看 它这个里边用词很 很那什么 你比如说释放两个词 就是中共释放的 而且还说了精准精确 两个这些词 就是中国政府精确释放的这个病毒 这是美国政府得出的结论 所以说才有这个 我自己认为才有这个大使馆要撤 撤了之后 真的有可能就是下一步了 因为美国它要防备你中共 那反咬一口 咬住了 咖啡不放了 怎么办 美国没办法到时候 所以现在它就把所有的后路都给撤了 这个中共病毒啊 在美国是现在的影响力很大 灾难性的 但是还有一个灾难性的是什么呢 有人假借着这个中共病毒在美国肆逆的情况下 假借这个民意 要影响川普的这个选举 左派 美国左派 民主党 民主党的话呢 宣传啊 这个病毒太厉害了 医院都满了 然后学校通通关 医院通通都 都被戒严了 这医院都捉满人了 学校关了 什么什么这都关了 那关了 假的 不是真的 美国人说谎了 美国的左派 美国人其中的左派 说谎了 欺骗了美国人 他欺骗了全世界 因为咱们不太关心他 看一看 因为这个有一个人啊 上传了一个视频 就说有一个美国的小伙子 闯进了那个医院 然后他发现里边空空如也 除了工作人员 就是工作人员 没有那些什么得病 什么得病好 被骗了 小伙子急了 我也急了 我当时看这视频 我也很生气 你咋能这么骗人呢 我当时看这些东西 where's all the COVID patients where's all the COVID patients where are they where's the ICU huh where's everybody that's sick we're in a pandemic look it's empty everybody it's empty everybody it's empty security at the front door like usual in every hospital in Maryland DC Virginia yeah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where's all the sick people where's all the sick people where's all the where's the medical pandemic where is it where's the medical pandemic where's all the COVID patients everything's closed where's everybody nobody's here it's empty look at this the whole hospital corridor is completely empty everybody it's empty empty get out of my face empty it's empty it's empty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testing center everybody what is this bullshit air conditioner air conditioner look at this tent big old tent set up where's everybody medical pandemic right medical pandemic security waiting for me everywhere I go where's everybody empty parking lot empty house this is simply hospital this is a giant hospital center it's empty no one is here look everybody nobody is here nobody's here it's fucking empty 然后 说这个是 医院里空空如也 呃 监护病房 全是空空的 没有新冠病毒患者 说民主党在造假 人为的制造恐怖气氛 就是为了关闭学校 工厂 让选民邮寄 选票 然后 拉川普 选马 下马 你看说 你看这保安 那眼睛里边 都是心虚 哎呦 天哪 骗的 通通都是骗的 然后 WHO这个 调查 这个武汉病毒 出结论了 不出意外 说这个发言人说呀 这种病毒极有可能来自蝙蝠 并且可能还有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 总之跟实验室无关 WHO啊 WHO 咱也 别说WHO 怎么那么低的 反正就是 我觉得吧 就是 你跟主人养了一只狗 那 跟这狗 扔他一袋美金 狗高兴 啊 好 主人太好了 然后别人说 你狗 你不能这样 这不能 你得怎么弄着的 然后 主人 又给狗 一袋美金 狗 一袋人家 这就是中共 只要你给钱 他就 他就 WHO就都听中共的 啊 网上有一个消息 说大批的这个中国这个驻美的记者可能回国 啊 因为这个人家美国不给签证了吗 不给延续 不给这个记者延续签证了 然后 有一个人叫胡锡进 胡锡进 哎 就这么个人 这个人 他算啥 你算干嘛地 我就不明白了 他说什么 他说美国 啊 你不让我们记者留在那 你就要遭到我们的报复 你说你胡锡进 你不是环球 环球时报的总编吗 之类的 你跟政府有关系吗 没关系你怎么代替政府发言呢 你跟人说我不要 要反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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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总编 一个文人 他不是政客 然后呢 他就这种胡说八道 然后证明了什么 其实他是个政客 胡说八道 昨天晚上北京下大雨了 大风大雨 狂风暴雨 然后今天 北京市的排水系统显示出了他的 故障 先看昨天晚上的大风大雨吧 然后今天晚上你看 今天 五环桥的西北侧 车还有一点 车都飘着呢 歪着呢 一串车 这就是排水系统 古老那个老北京啊 那个排水系统很好 但是呢 这个不是老北京 老北京有一城区 一环二环 没有三环 那会儿三环不算北京城 他这个应该是五环左右了 五环左右都是后建的 这就证明了 中共的福利在哪里啊 中共的建设在哪里啊 都在水里 今天的新闻就这些 祝大家平安快乐 请大家订阅 我发生了一些 并不算北京 并不算北京 在哪里啊 所以 我发生了一遍 那么多了 再度 这就证明了